唱歌是台灣的國旗 因為簡單方便又可以擔桌下 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市長在江峰裡面驚奇休憩 立正在馬來西亞所基盤的 世界唱歌又能公開賽 中華主題歌正義就代表台灣參賽 並得到冠軍的營養 中華旗哭起 上有公開頒獎給歌正義 鼓勵於為國爭套 在今年唱21號到23號 馬來西亞基盤第一次 選舉杯世界青少年唱歌又能公開賽 其中代表台灣參加比賽歌正義 在在經過三天的比賽 在世界三十四位歌手當中 在到18歲以下做的冠軍 這次參加就 馬來西亞所基盤 這個選舉杯世界青少年的 象棋錦標賽 在我們世界的冠軍 可以說非常不簡單 有算是四位來參加 經過我們大家競賽以後 用全勝的紀錄 可以對到冠軍實在是不簡單 這樣顯示我們象棋的推廣 給我們中華市中華館 已經發光發熱 也就是建入青少年以後 對我們的象棋活動 每一年贊助我們包括象棋協會 也就是創委長 我們林大吉先生 到現在我們的會長 葛方坦葛會長 共同來提供七年有成 希望非常有這個外公有意志的活動 可以帶動青少年 我們青年朋友 可以對他們唱棋有更多的參與 可以在到冠軍 葛鑽一也很開心 他表示台灣的選手 除了有比賽經驗 還可以透過電腦軟體協助聯繫 這可以有好的生意 這次比賽就是 有很多蠻多的感受 看到各國的棋手訓練方式 跟比賽的專注的神情 都不太一樣 馬來西亞棋手 大多的訓練方式是靠實戰 我們台灣的選手 靠接近有軟體的輔助 和實戰的磨練 效果上比他們更快速一些 比賽的時候 我們都很專注去拼搏 戰略上 我心態是保持比較輕鬆跟平衡的 一位八歲開始學手機 到現在已經得到很多次的冠軍 踏過比賽經驗入獄 和各正義的選手是越來越好 將會是台灣手機才美麗一切 新中華新聞 白明臨中華蔡宏報道